今天這個訊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可以影響我們的生命 影響我們人生的方向 主題就是我們一起讀好嗎 神掌管一切 心意完全跟隨神 最後一次我會在歷史中看到神有什麼掌管 我只是舉一些些少的例子一會兒 給大家看到神真的是掌管一切 祂是作王的神 祂是掌管歷史的神 祂所預言的是真實的應言 讓我們知道神是一位掌握這個世界 並且掌握我們的生命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我掌握我的生命 很多人說我靠自己 但其實神告訴我們 其實有多厲害的人靠自己 都可以失去他所有的一切 其實人很脆弱的 只要我們冷一點 熱一點 只要我們缺水一點 只要我們缺少某一種的維生素 維他命 或者某一種的礦物質 我們身體已經不行了 我們任何地方 少少的地方不同 我們馬上整個人不行了 而真是我們都不掌握到前面的路 但是神是掌握到前面的路的 這是非常好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 很多地方都會覺得很失敗 做得不好 但是神就是能夠在這些事情上 補足我們 當我們走完神的路 整個生命就會提升 所以我自己完全跟上神 我不敢有任何地方不跟神 因為不跟神的後果是自己負責的 我們人的一生其實是在於我們的心意 當我們的心意定了什麼方向 就好像開船 如果你在海上走 你不知道什麼方向 譬如有人說 你知道他一生就是定了一個方向 原來我們小時候已經定了一個方向 我們做人是怎樣 我會看到圖畫 大家看到 原來很多人小時候已經定了他人生的方向 他自己不知道是他自己定了的 那越定的錯 將為錯的越大 而我們整個人就是根據我們去的方向 我們所有兩邊很不同 左邊你看到這個人在掌堂 但是好像那些海盜 就是他很任性 我靠自己 我又很厲害 我要 這個世界現在仍然有海盜 可能大家不知道 有些地方仍然有海盜 他在一些國家 即是那些國家不是很理得到他們 他們就有一些船走過 他會打劫他們 那麼你都 下面那圖畫 我相信大家都很認識 李小龍 李小龍是真的很年輕就離世 他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自己曾經有一次 我讀大學的時候 當時 學校就問我們 你可不可以給一個人 在你房間那裡住 我當時就給一個人 給我家 即是有些人在那裡過夜 在我們宿舍那裡過夜 這個人是 認識李小龍的 他跟我說 他從小時候學武功夫 跟李小龍一起 當時李小龍當然還沒有那麼厲害 後來大家都長大了 他就有一次見到李小龍 李小龍跟他試試玩幾手 輕輕的 一腳踢過去 他就飛出十幾尺之外 他看到李小龍很厲害 他就跟李小龍說耶穌 李小龍就回答他 好像我這樣 我不用耶穌了 他意思是 我靠自己 我什麼都做到 我什麼都靠耶穌 他以為 人什麼都做到 但其實他的死因 到今天為止 是不明不白 有人知道為什麼死 不過他沒有公佈 所以我們大家都猜測 他在一個女人的家 躺在那裡死了 他就很年輕 他以為很厲害 但當他的生命去到盡頭 他沒有什麼做到 而右手邊這裏 就是這個人在他掌陀的時候 其實耶穌帶著他 給耶穌掌陀 最好是耶穌充滿能力 掌管一切 我們前面的路都知了 我自己前面的路 我不知道但是神知了 其實我在我的生命 我發覺神真的很掌管 那我不慢慢去講 神掌管我 以至我能夠有 這麼多的教育 這麼多方面的預備 是神很特別的恩典 神都會為你預備 只要你走神的路 神都會為你預備 人從小的時候 他不知不覺就定了方向 我們看到這個小朋友 左手這邊這個小朋友 我們覺得他好像很順其自然 小朋友當然是這樣的 有時候瞄一下嘴 不聽父母說 但他這個就是小時候開始 父母說話我不喜歡聽 他就開始頂嘴 他開始反叛 這就是這麼任性的 我就是這麼任性的 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不知道他小時候開始是這樣 他一直越來越剛強 可能大過他的方式不同 但他其實他裏面都是一樣 他裏面都是想做他自己做的事 他小時候定了這個方向 他大過都是 他很難改變 很難有人去改變他 因為人自己想做什麼 其實沒有人能夠改變另一個人 是他自己願意才能夠改變的 當然神可以改變 但是人可以拒絕神 才會告訴他 人是抗拒神的 很多時候會抗拒神 但是神可以改變人 但是這個人 如果他抗拒神的工作 就不能夠來到他身上 另外那些小朋友 他小小時候也有很大的改變 這個小朋友很小時候 他就開始學祈禱 他知道耶穌很好 我很感謝神 我小小時候 神給了一個機會去了教堂 雖然我中間的事情 我覺得神不是真的 因為我以為 那我就沒有繼續信耶穌 當我小時候去教堂 我很單純 我就去祈禱 我就求耶穌幫助我 那我後來呢 做過我大些小的時候 我家人又把我們帶出去教堂 其實原因就是 好像托管那樣 就帶了我去教堂 但是這個呢 都是在我心中留下一些的印象 所以呢 令到我心裡面 都會思想這位神的 而這個小朋友 小時候開始就祈禱了 也都這個小朋友 這兩個小朋友 他小時候開始決定 他說我要大家合作 大家負責任 所以其實 如果當中你做父母的 你的子女小時候 教他負責任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開始他負責任 他將來就會負責任 如果小時候他不負責任 他就習慣了不負責任 是很難改變的 當其實這個小時候 很多父母都以為 我什麼都為他預備了 我什麼都煮好給他吃 他讀什麼書 我為他預備了 我去找什麼學校 我和他找了 什麼都做完的時候 他就會很乖 不是一定的 因為他覺得什麼都很容易得到 他不懂得感恩 但是如果從小時候知道 原來他做什麼 他吃一頓飯 都是很多工作的 一起去煮一起去洗 他就知道原來我吃了一頓飯 都是很大恩典 他就懂得感恩 懂得負責任 好像這個小朋友 他懂得去幫助一些需要的人 就是說原來人 有時候定了一個方向 到底我們內心的方向是怎樣呢 我們自己會知道 我們留意 不過有時候人都不是知了自己 知聲小 未知到我們裡面實際是怎樣的 一指錯滿盆街落塑 這句說話本來講到足棋 走錯一步棋 如果大家玩過足棋 你會發覺走錯一步棋 之後很難收拾 而這三個人物 都是很出名的人物 都是國家的元首 第三個不是國家 是我們的特區元首 當然是尼克遜 是美國唯一的總統 他需要離職、辭職 真是很醜怪 亦都相信在他心中 留下一個很大的傷害 陳水扁要坐牢 我們的特首曾蔭權也要坐牢 真是 如果你想想你是他的時候 曾經是很風光的時候 跟著要坐牢的時候 我相信那種感受是很難受 即是當他被人抓住 下下這個圖 被人抓住的時候 是戴著手扣的手 那種感覺是很難受的 當然我們當中 未必有人真的會犯法 不過如果我們做錯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定錯方向 我們以後可能都受這些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 既然知道神是真 我們就走完神的路 是最好 有些人會說 我不是做傳導人 我可以走完神的路 不是個個都是傳導的 有時你說我強行做傳導 你哪是最好的 但每個人都可以祝福人 每個人都是見證人 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神 走神的路 每個人都可以 神的計劃 你走神的路一定蒙福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在這一陣子我會講一些證據 我本身是讀科學的 在我信耶穌的時候 當我聽到耶穌是真 我真的去研究 神又給我有一次去到書局 其實這個過程我不詳細講 那時候我已經是 可以說都是信耶穌的 在我接觸的時候 我都回答過那個人 跟我傳呼 我說 我是不是真的有神 有沒有證據 而他很簡單 用牛頓實際的情況告訴我 他說牛頓是信有真神 因為他說這個神 是真的 這個世界很有秩序的 牛頓就信這個世界有神 但是他的朋友就不信 什麼都變出來 但是有一次 牛頓就弄了一個儀器 有太陽和九大行星圍著它轉 我朋友來到就說 誰弄的 牛頓就說笑 沒有人弄 今早我起床自己變出來 我朋友說 沒有理由的 這麼複雜一定有人弄 那牛頓就說 如果你說一樣 這麼複雜一定有人弄 為什麼你說這個宇宙一定是自己變出來呢 當時我聽到那個人說 我真的說是 什麼東西你見到 就算一瓶 這個瓶 你看到這個瓶 在某個海島 你知道一定有人來過 猴子弄不到這個瓶 沒有動物可以弄到這個瓶 這個東西都給我們看到 是真的有個人 這個世界這麼多奇妙 一定有神做 當時我的心就很好奇 而我一聽到有神 我的心很渴望 為什麼呢 在我未信耶穌我已經這麼想 我說 我說讀書為什麼 當時我讀書 讀到耳朵 晚上會嗡嗡聲 我說讀書為什麼 當時的答案 讀書就是 將來做工 做工又怎樣 賺錢又怎樣 結婚又生兒子 又怎樣 老 我自己想 老 又怎樣 病 死 人生就是這樣幾十年 人生真的沒什麼意思 只有幾十年 所以當我後來聽到有神 那本科學書裡面提到有神 那本物理學書裡面提到 我作者在前面說 這個世界很有設計 是神設計 我的心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神 因為如果真的有神 我覺得很好 所以當我後來聽到這個人跟我講的時候 我是很渴望 後來我就回去教會 有一次我就去到基督教書局 在這裡看的時候看到一本聖經搜冊 我結開看 裡面有很多語言 其中一部分 關於在舊日語言耶穌 我就很有興趣 我就買了回去 逐句逐句看 當時是沒有人叫我這樣研究的 是我自己研究 我就發覺那些語言非常準確 那我就更加確定他信耶穌 而這一陣子我也經過很多年的更多的研究 我自己剛剛這個禮拜去研究的時候 我都很驚訝 待會你也可能會很驚訝 我希望你很驚訝 你說原來那些證據這麼肯定 那這裡會講出幾個語言 第一樣就是在大衛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已經預言到耶穌會被釘十字架 而當時是沒有釘十字架 是過了六百多年才有釘十字架 我都要認罰的 我一起讀一讀我的屋 詩篇二二篇第十五節 我的精力枯光 如同牙筆 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乙淚為著我 惡黨還以我 他們扎了我的手 我的腳十八次 他們分裂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尖溝 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形容出十字架的情況 是非常貼切的 而大衛是沒有發生過的 這個詩篇是大衛所寫的 但耶穌是大衛的後裔 大衛是在他親印神的時候 神有經歷到耶穌的經歷 所以他將它寫出來 而他寫出來他本身沒有經歷過 因為我們看就知道了 他講到他的精力 灰乾如同牙扁 即是他全部的精力都沒有了 不如暫時先關掉這個 即是他完全灰乾 沒有力 這件事在十字架上 因為血流了 所以人變得灰乾 舌頭貼在牙床上 就是因為很乾 所以舌頭 你想想整個人乾了的時候 就算你少喝水 所以舌頭都沒有那麼靈活 當他整個人的血流了的時候 他人很灰乾 舌頭都不能夠很自由地活動 又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之中 而大衛是沒有被人殺死的 大衛是自然死的 所以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並不是他自己發生的 有些惡人圍著他 他們刺透他的手 雖就是中國古字 因為我們的聖經翻譯 其實都有幾十年 其實是比較古的中文 就是刺透 他刺透我手我腳 但他從來沒有發生過 其實聖經有兩處講到 基督是被刺透 這是其中一個經文 另外撒迦利亞書 就是講到他們會養我 他們所刺的 亦都講到他們所刺透 有兩處經文是講到 耶穌的死是被刺透 就是他手腳被刺透 又是分外衣和底衣 其實耶穌實體格上 通常來說 那些圖片都一定有一條 一條布在圍著 事實上 在記載 甚至在經文記載 都是說 全部的衣服都脫了 其實神簡選這個刑罰 給耶穌是最羞辱的 因為耶穌要承擔 最羞辱的刑罰 讓我們得 讓我們脫離一切的羞辱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很多羞辱 耶穌是為我們承擔這羞辱 而這個經文所講的 都一定是講到釘實之間 因為他的精力枯乾 舌頭貼在牙床上 死了 手腳刺透 因為世界上很奇妙的 釘實之間的刑罰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只是在中東有幾百年的時間有 這個神特別預備 其他地方沒有 譬如中國人和日本人 很多人其實都很殘忍 很多種不同的判死刑的方法 是沒有釘實之間的 因為神特別保留 只在那個時期有的 我就去研究 那時候上漢尹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時間 就是主前一千年大約 就預言到釘實之間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釘實之間 大約三四百年主前 BC代表主前 波斯人就發明釘實之間的影法 離開這個預言了多久呢 六百多年的時間 之後才有釘實之間 而後來在羅馬帝國的神 有一個羅馬王叫君士坦丁 他就信耶穌 他信耶穌 他就因為對耶穌的尊重 他就廢了釘實之間的影法 就什麼時候呢 主後三三七年 加上幾長時間呢 是七百年 即六百多年的時間 七百年左右有釘實之間的影法 而大約預言就在這段時間之前 六百多年 就給我們看得到 很明顯很奇妙 就是大約他神感動 他就知道耶穌是density 給我們知道 真是神是很奇妙 因為神他知道一切 他是預先知道一切的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那些預言後來寫 不是真是預言呢 有一件事很容易給我們知道的 就是因為聖殿 聖殿是在耶穌之前已經有的 在耶穌之前九百年左右 就已經有聖殿 有聖殿之前已經有聖經 即每天都要讀聖經 即是耶穌之前已經有聖殿有聖經 所以這些預言不是之後寫的 是以後之前已經寫了 好了 另一個預言很特別的 我一起讀 《馬拉基書》三章一節 《萬鈞之夜文說》 《我要參與那些事者在我前而遇的道路》 這裏呢 將兩個基督轉到這裏 就不用拍我 因為這裏是用圖 是要清楚去看得到的 這幾幅圖 我們再讀過一下 《馬拉基書》三章一節 《萬鈞之夜文說》 《我要參與那些事者 仲我慈而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忽然進入談戀》 《落約的事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 《快要來道》 好了 這個經文很特別的 大家留意這裏 我寫了三個《我》字 是有紅色在背後 為甚麼呢 《耶華》說 《我要參與我的事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但這個事者預備道路是誰呢 大家應該知道 《屍洗若汗》 不過在哪個前面預備道路 聖經又講到 另外的經文又講到 是在耶穌面前 在基督面前 不過這裏講的是誰呢 大家留意在誰呢 在耶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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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留意 看一看這裏經文 神說 我要參與我的事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即祂要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所以說到 聖經有講到 是為基督預備道路 但這裏講到誰呢 是耶穌面前 因為三個我字 我要參與我的事者 就是施石陽 在我前面 就是耶穌面前面預備道路 所以這裏經文是說 神要來到 耶穌華自己親要來到 好了 接著它就轉到第三身 前面有個我字 後面第三身的 就是你們所尋求的主 你們所尋求的主 你所尋求的主 其實舊約這個主 這個字 在舊約希伯的文 Adonai這個字 在我們中文聖經 有耶穌華的字 猶太人是不敢讀的 因為這個名字太過聖結 他們不敢讀 他們讀什麼呢 我的主 Adonai 每一次讀到耶穌華 我們讀耶穌華 那麼 英文聖經你發覺 都沒有耶穌華的 都是寫The Lord 就是照著猶太人的方式 他們是不敢讀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太聖結 所以它是用一個主字 所以這個主的意思 你們所尋求的主 主是講你所尋求的神 他會忽然間進入他的殿 並且他說是什麼呢 是立藥的 他立什麼藥呢 就是新藥 當時他們有舊藥 神和他立一個新的藥 是讓他們有赦罪 有神的同在 當然舊藥都有的 還有有聖靈的充滿 這個是舊藥 其實舊藥都有些聖靈充滿的 包括薩姆爾 摩西 以利亞 以利沙 這些人都是很有聖靈充滿的能力 不過在五巡節的時候 是信徒 每一個都可以被聖靈充滿的 一個新的藥 和他立一個新的藥 這是一個救恩的藥 舊藥其實也是一樣的 舊藥 不過舊藥的方式就是要獻祭 新藥的方式就是 我們悔慨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是立藥 這個使者 那你說是否指天使呢 不是的 因為使者可以解釋 一個Messenger 不一定是Angel 不一定是天使 是一個神的代表 就是和你們立藥的 這一位 你們所仰慕的這一位 他要快些來 而他來出現 怎麼出現呢 是要入聖殿 而這個呢 就講到耶穌 他會忽然間在聖殿出現 他是和人立藥 而其實他就是誘惑自己本人的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時間表 以斯人望國 因為他們不聽話 大衛就在主前一千年 主前將近六百年的時候 他們就望國 五百八十六年的時候 聖殿就被毀 被巴比倫人毀滅 然後呢 他們就破壞了 將聖殿毀壞 和將聖殿裡面很多東西搶了去 但是神又很奇妙 神就答應七十年之後 你會回到自己的本土 那他就真的回到本土了 並且神就感動以斯拉 一班人回去 重建聖殿 就是五百一六年主前 然後呢 他們重建這個聖殿 但是你想想那時候 他們是亡國的人 沒有國家 他們回去 回到本土沒有國家 這樣的人有多少錢 有多少力量 所以 建的聖殿 是不太漂亮的 跟 所羅門建的 完全不同 所羅門建的 是用很多金銀 銅鐵 各樣的材物 各樣的很漂亮的木材 非常之美好的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這個 所羅巴伯 他建的這個聖殿 是真的不是那麼漂亮 而過了幾百年 一百 二百 三百 四百 四百幾年之後 到耶穌來的時候 是不是很殘了 已經很殘 但是神感動一個人 是誰呢 希律 希律王 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人 我給大家看看 他又叫他大希律王 在耶穌的時候 有力量的希律王 那時候不是大希律王 但是希律王在主前 四年左右是死了的 他有什麼出名的地方 他殺了三個兒子 他妒忌的兒子 他怕兒子背叛 就是這麼誇張的 殺了一個太太和他的噩母 真是一個非常之妒忌的人 他後來 當耶穌 大家如果記得 耶穌出生 在八里行 東方有博士來到 就去問 他生去哪裡 他又不知道 他走到王宮那裡問 去希律王那裡問 希律王就問那些文士 那些文士 就出來就說 聖經就說到 在八里行 他就說 你們去找完回來 告訴我 報信 但其實他是想殺他 誰知道 這三個 其實聖經沒有說到三個 幾個博士 不過他三個禮物 所以就說三個 那幾個博士得到神的指示 沒有回原來 在另一條路走 希律就發怒 他就把八里行和四景 計算在內 兩歲之內 就是說 因為他計算的時間 耶穌出生 最多 不會超過兩歲 就把兩歲之內 所有的男嬰 全部殺死 這個也是在聖經的語言 這個 另一個更加複雜的語言 因為牽涉幾樣東西 我這次不說 就是說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想想 他怎麼會成就神的計劃 但是神可以用他 神怎麼用他呢 神感動他 擴建聖電 預備耶穌進入 為什麼我會看回呢 你會看到那個時間 是突突行的 好了 我們先看回這裡 神就感動這個希律王 希律王 在主前十九年 就是耶穌出生之前十五年 為什麼你說不是十九年呢 其實我想說說這個功力 這個功力的來源是什麼呢 是在主後五百二十五年左右 當時教皇就吩咐一個修道士 他說 既然耶穌是全世界的救主 於是 你去找回歷史 你去追尋歷史 到底耶穌是幾時出生的 到底耶穌是幾時出生的 這個呢 就叫公園 之前呢 就公園前 之後就公園後 他就參演一個 一個修道士去研究 誰知道這個修道士 就計錯數 後來的人發現他計錯數 所以耶穌出生的時間 大約是主前三至五年 可能是四年 比較可靠 更加可靠 所以我就當他是四年 所以耶穌是主前四年 這個計錯數 人字而已 主前四年左右 而希律就什麼時候擴建呢 就在耶穌來之前十五年 即是他來了 就將他擴建 然後聖殿什麼時候被毀呢 主有七十年 因為以色列人不聽話 結果呢 主有七十年就被毀滅 所以聖殿有幾長時間 我寫了八十九年 即這個聖殿重建 就是主前十九 加七十 即是八十九年的時間 好了 這個更加詳細 將它擴大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那裡 主前二十年 然後呢 主前十九年 大希律 就開始擴建這個聖殿 為什麼是擴建呢 因為之前的聖殿 是小一點的 他現在呢 其實將周圍的領域 是擴展 做了其他的建築物 所以他是將原來的 是擴大了的 好了 耶穌大約是主前四年出生 所以呢 見聖殿之後 十五年 開始見聖殿十五年之後呢 耶穌就降生了 那麼耶穌降生呢 然後呢 耶穌 然後跟著呢 就是耶穌 十二歲的時候 耶穌是嬰孩的時候 在聖殿那裡 就是行這個國禮 然後呢 到十二年的時候呢 十二歲的時候 也都去聖殿 因為他們就是有這個 成年的禮 就是去到聖殿那裡舉行的 然後 後來他就三十年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算回頭 四年就是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也就是說耶穌這間十字架 算回四年就是 他三十三歲 沒有這間十字架 即是二十九年 好了 這段時間 其實聖殿還在重建著 所以當耶穌傳道的時候 那些人說 他說這個聖殿起了四十六年 就是四十六年在起 你說你三天都可以起 那是耶穌所說的 他說他的身體 好了 然後當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他就說到 他說將來這個聖殿 沒有一塊石頭 不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這個羅馬人的建築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怎麼漂亮呢 他們不用毫無禮的 不用任何方法 將那些石頭黏住 他是一塊一塊 就是一塊一塊 剛剛好的大小 扣住了 而且但是很空的 到今天 過了二千年 依然有一部分這個哭場 還有一小部分仍然存留 但是當時羅馬兵的時候 來到 他要拆毀的時候 能夠將那些石頭 一塊一塊可以 推倒下來 那就是說 真是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上面 但是 神有個計劃 他其實是同一個世代 四十年之後 三十年 過四十年 就是七十年 主要七十年 耶路撒冷就毀滅 那同一個世代 神就給時間 以色列人去悔改 還有那些信耶穌的猶太人 有機會傳呼陰文 於是在那四十年 就有一部分的猶太人信耶穌 然後耶路撒冷才毀滅 如果即時毀滅呢 即時毀滅的話 很多猶太人沒有機會信耶穌 就是神會用這個時間 但是你看看這個 希律所起的聖結 是幾時至幾時 就是在耶穌出生之前十五年 開始起 那起聖結也要時間 那時候還是很殘舊 那十五年都起了一部分 那起的時候就預備 耶穌來到 好了 耶穌來到之後 然後就預備一個時間 給他們傳呼陰 以及給猶太人悔改 然後他就毀滅 所以這個聖結 完全為耶穌而設的 他時間是突突行 希律王就是照著神的感動 希律王是違反神的 但是神可以感動他 那你說為何神感動了全世界的人 去跟他呢 我想告訴大家 神的感動有兩種 一種是做普通的那種 神可以感動任何人做普通的那種 但是另一種就是感動人信主 這一種呢 神都可以感動人 人信主 不是因為人的心意改變 而是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神將我們改變 是神將人改變 但是人可以拒絕 這件事呢 就是人是可以抗拒神的 所以聖結感動很多人 他的心裡勃勃跳 他在傳呼人 有人跟他講的時候 他心裡也有些動 不過他說我不可以信 我不可以信 我擺開什麼 或者我不想信 我不想跟耶穌 即是呢 在這些感動人信主 神是不能夠令到一個人 一定信主 這個人可以拒絕神的 但是如果神要感動人做事 神是可以感動的 而很奇妙的 神就是會感動一個大惡魔 一個大魔頭 居然就會在釋放的時候 又不早又不遲 其實 希律就是主前四年的時候死的 即是應該是耶穌 來了沒多久之後 他就死了 那麼他就在他臨死之前 其實呢 為什麼要大禮要起聖年呢 他有什麼原因呢 歷史上去推測他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亦都在他的表現看出 第一就是他想討猶太人 第二就是他很想留名 因為他其實都起了一些建築物 很想留名 而其中他起得最宏偉的 反而是聖年 因為他覺得聖年是會留名的 他就很想人記得他 就是重修這個聖年 但是他不代表尊敬神 因為他起初 他是想在聖年裡面 擺他的人像的 不過當時有些人勸他 你千萬不要這麼做 這個會引起猶太人暴動的 不行的 那麼他結果沒有做到 所以其實他不是因為神的 他是為了他自己的名 但是神會感動他 就在耶穌來之前十五年 沒有遲沒有早 就是預備好足夠時間 等他起好聖年 然後神耶穌就會降臨 來到忽然間進入他的點 忽然間顯露出 他就是神的兒子 當耶穌來到聖年 將那些賣甲子人的桌 推翻的時候 他就顯露出他的身份 其實他所行的神職 他顯露出他的身份 讓他知道他就是神所派來的 不過當時猶太人不肯信他 但是他顯明他自己是神的兒子 我們看這個時間 真的很奇妙 歷史上能夠 有些人就說聖經是人作出來 但人作出來 怎會在時間上這麼準確 其實聖經還有更多 預言關於耶穌的 譬如預言到他四個帝國來 在巴比倫 波斯 希臘 羅馬 在巴比倫的時代 預言他第四個帝國要來 神說他真的在羅馬的時候會來到 也說到很特別的 那個人像 如果大家看過大義書第二章 那個人像是怎樣 是兩個手臂 兩個手臂就是波斯和馬代 因為波斯有兩個主要的民族 波斯和馬代 就是裡面兩個部分 所以他是兩個手臂 由羅馬帝國後來分裂 做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 而人像的腿分得兩邊 就是這個時候 耶穌就會來 這個也是神很特別的 預言的很特別 而希律王根本是一個不是好人 但是神居然會感動他 做一件神要預備做的事 聖經那句話 最重的就是六百噸 這一塊就是最重的石 你看下去真是很長很大的 都沒辦法想到他們怎樣搬 他們沒有起重 他們用一些鏈拉大 幾多個鏈幾多個人 拉得到這些 有些石頭 最重的石頭不會那麼高 有很多石頭是六十噸五十噸 一百噸的 上到一百尺高 怎樣上去呢 真是無法想像 並且是陷得 大家看一看 這裏就是所說的那些 陷得很好 以致它能夠不會倒出來的 是很奇妙的 這個另外一個地方 你見到真的很宏偉的石頭 這個另一個語言 亦都說到 就是 耶穌來之後被殺 跟著耶路撒冷被毀滅 就是配合這先的語言 那些地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黃的文來毀滅者 成何勝所 至終必如洪水沖滅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方向的事已經定了 這個語言 這個語言是但以你所寫的 是非常之奇妙 但耶穌書裏面的語言 是非常奇妙 有很多人就為了不相信 因為它裏面的語言太準確 它就說它過後寫的 但沒有可能的 但耶穌都選用 耶穌都選用 也就是說耶穌的時候已經有了 聖經已經有了 所以沒有可能過後寫回 它是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因為耶路撒冷當時毀滅了 猶太人被老了 他們已經亡國 它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軍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受高者 舊約就是Messiah 利塞亞 新約就是Christ 意思就是受高者 受高者的意思是甚麼 舊約幾個身份是受高的 就是王、先知、祭師 三個身份 而耶穌是三個身份 他又是王 他是萬王之王 他又是先知 將神的說話說出來 他又是祭師 並且他也是祭物 他自己是最原理的祭物 他就說直到基督出現的時候 有多少時間 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六十二加七是多少 六十九 六十九乘七是多少 大家可以用速算 就是七十乘七 減七 因為六十九 差一就是七十 七十乘七是多少 七七四十九 即是四百九十 再減七就是多少 四百八十三 他將耶穌來的時間 講出是四百八十三年 出命令重新建造耶穌 直到經出現有四百八十三年 然後呢 他就說正在艱難的時候有六三 連街帶豪都必重新建造 因為他們當時是亡國 所以很艱難 去重建 然後過了六十二七 受高者必被剪除了 是很奇妙的 既然 既然 預言這個基督要來 他們等著這個基督要來 當然是很盼望基督 很看重他 看重他 沒理由死的 按照人的常理 如果有些人說 是救藥 有些人作出來 作將來有個基督 要救世人 作出來 如果作出來 當然要作他很偉大 怎麼會被人殺死呢 他會被人殺死 一無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 來毀滅者成人的聖所 耶路撒冷也是以色人很看重 和聖所有 全部都要毀滅 按照他來說 是不可能的 證如 譬如中國人說 如果有人說 北京要被人毀滅 當然會被人毀滅 即是說 你有沒有搞錯 為何北京會被人毀滅 沒有人會這樣說 這句話 只是一個比喻 即是猶太人說 這個 耶路撒冷會被人毀滅 並且是 以後爭戰到底 一直打仗到底 這根本是 按照常理 是不會這樣寫完 但是 神就感動他這樣寫法 但我再重複講 有應該是下一個福徒 就是出命令重生 耶路撒冷 直到有基督出現 是六十九個七 由耶路撒冷在噴爛之後 重生見重 又過了這六十二個七之後 這個基督就會被人殺死 殺死之後 就有一王 這是哪個呢 就是羅馬人 來將他毀滅 毀滅這個城 耶路撒冷和聖所 然後一直打仗到底 下福 這就是這幅圖 將時間寫出來 其實這個出命令重生建造石樑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那我自己呢 我就用 以斯拉的九章九節 以斯拉其實 不是建聖殿的 是誰回去建聖殿呢 是尼希米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建聖成 是尼希米 以斯拉回來的時候 帶人回去 是建聖殿 不過他有一句說話說 以斯拉的九章九節一起讀 能重遍我們神的殿 修其為懷之處 使我們在耶路撒冷有場活 他說 叫我們在耶路撒冷和 在耶路撒冷有場活 那這個場活 會不會是指 他們都修理了一部分的 耶路撒冷的場呢 有可能 那我就根據這個時間計算 有些人另外的時間計算 他就用另外的方法計算 那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性 而這個 這個時間出命令 給他回去什麼時候呢 就是主前457年 主前457年 然後呢 至到主後26年 為什麼26呢 26就是耶穌30歲 耶穌30歲的時候 他做什麼呢 第一由他出來傳道 第一件事 他要去斯西洋那裡受洗 接著聖靈降落在身上 就是神的恩高 高立他做基督 就是在那時候發生的 高立他做基督 那時候呢 就是主 就是耶穌30歲的時候 就是 計算四年 數前四年 因為我剛才說 因為那個修道士 計錯了四年 所以大約3至5年 所以他就在主後26年 如果大家寫得深算 記得到 26加457 6加7就是3 然後2 7就是8 483年 那時間就是483年 那有些人 就是總之有不同的方法 那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可以的方法 就是講到就是 由出命令重新建造的原因 由耶路撒冷至到基督出現 他受洗的時候 就是483年 就是69.7 那這個時間上 是非常之塌塌陷的 也都是 那然後呢 沒有多久 三年之後 耶穌就變成十字架 然後接著 七十年耶路撒冷 就被毀滅了 並且打仗到底 也我們今天 都是一路見到打仗的 但我們再看這裡 重溫一下 就是出命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至到基督出現的時候 是有69.7 而在以色拉的九章九節 講到他回去重建聖殿的時候 有可能他都會 建一些耶路撒冷的城牆都未定 那他建的時候 所以他們都是 所以都是重建耶路撒冷的開始 那也可以說 另一個方法看就是 重建耶路撒冷的開始 就是先建聖殿 建聖殿都是重建耶路撒冷的開始 所以都可以是一部分 這樣看法 那就是主前457年 加上26 剛剛是483年的 我們今天經常都見到 中東的戰爭 真的不斷發生 在中東發生 並且不單止在中東發生 全世界 好幾個國家都有發生 我們剛剛新聞都聽到 一些在西班牙發生的事 都是我們經常見到的 並且是很大規模的人 很多的人 用這些恐怖的方法 他們有很多恐怖訓練營 他們訓練很多恐怖分子 隨時隨地準備打仗 甚至他們訓練小朋友 有些更小的 訓練他們開槍 從小時候 開槍殺人 不覺得一回事 等他從小時候 他已經見慣 一槍打死人 你看多厲害 這個人是憎恨的 你看看 這個人是憎恨的 你開槍打死人 他立即死 那些小朋友從小時候開始學起 他就覺得殺人是不重要 他殺死敵人 那些敵人 我們殺死他們是不重要的 於是就會造成這些恐怖分子 從小時候開始 將來他們打仗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會出去打 這些很多人 在啟示錄九章十五節 講到第六號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下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 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馬君有二萬萬即是二億 這個其中講到 這個就不是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這個也有可能一部分都未定 他那裡就沒有講到 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總之在門後的時候 會見到很多很大規模的戰爭 其實這些中東的危機 造成很多恐怖分子 很多人經常都想用打仗的方式 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的時候 將來很容易會有很多這些人 會造成在世界上很多問題 所以基督徒怎麼想呢 有些基督徒為什麼呢 放進洞裡 不要出去接觸 不要去搞他們 自己搞定自己 不要想 有些基督徒是怎樣 第一做懶惰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為什麼呢 有些基督徒真的去找這些不同的宗教的人 有些人是很反對耶穌 他就去他中間怎樣去找方法去傳呼 是用很多不同的神秘的智慧 而在以賽書第十九章很特別的 講到在以色列和周圍的國家有一天 講到以術有一天 他們都會歸向神 即是講到不僅是我們現在普通認識的這些人 也都有很多中東人他們會信耶穌的 好了 我要講一件事 就是聖經語言是肯定的 在耶穌之前已經寫了 因為一早有聖殿 聖經不是過後寫的 不可能是過後寫的 因為從歷史的背景 很多人都有記載關於聖殿 聖殿可以說是古代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建築 是沒有人否認的 聖經也翻譯了很多種語言 是沒有人否認聖經在耶穌之前已經有的 即是已經翻譯了不同的語言 讓我們知道其實這些語言是一早已經寫了 不是過後寫 讓我們知道聖經所講的說話是非常可信的 好了 要我將這些語言簡單地再重複 大家一起讀一讀 未有釘十甲 預言柱釘十甲 預言柱衣服被人除掉 不適常例 神忽然進入聖殿 希律修練十五年主降深 出令重建聖城至主比殺 四百八十三年 主比殺後愛人來毀聖城和聖所 聖城就會有爭戰到底中東戰爭 這裏我將主要的語言 這裏其實聖經有很多語言 未有釘十甲 聖經語言到主耶穌是釘十甲 語言主耶穌的衣服被人分 為何我說不是常例呢 因為全世界判死刑公開行的 是國家行的死刑都是穿衣服的 即是沒有記載哪個國家有判死刑的仇是取了人的衣服的 所以羅馬人釘十字架 他真的集體 很多人一起釘十字架的時候 都是脫衣服的 這是羅馬人才這樣做 而在読言的時候 未曾有這件事 所以根本那時未知道 然後神就會忽然進入聖殿 這裏給我們看得到是神說 我要猜我試在我面前 我要去到那裏 就進入聖殿 而希律就會在耶穌降生之前十五年 就開始修建這個聖殿 預備耶穌來到 然後出命令重新建立 又有撒冷直到耶穌被殺 是有六十九的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 而耶穌被殺之後 有外人就是羅馬人 來毀滅聖城和聖所 然後聖城就會有打仗一直到底 就是現在所說的中東戰爭 那你見的時候會不會很驚訝呢 我特地找兩個很驚訝的人的樣子 唉 這麼好 當我以前這樣研究的時候 我發覺神真是這麼好 我真是很驚訝 我很驚訝 我就全心全熱 跟從神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有一個經歷 即是都是神給我 其實一個人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 神給我的性格都是神給我的 我還記得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教我們打拳的 我們小時候做一個三包仔 我都不記得那時候 我有幾大 可能是四年班左右 三四年班 他做了三包仔 我們就連打拳 連上上壓 連sit up 在我小時候 我一直延伸 做身體的那樣的事 我相信耶穌之後 我有一時搭電梯 我都會在那裡打拳 即是沒有人 沒有人都會打拳 有一次我在那裡打拳的時候 我就說 我說神是這麼真 因為我是真 很信神 因為我研究過 我知道神是真 神在那裡 神在那裡 神在那裡打拳 不知道會不會笑 即是說 有一個人這麼有趣 搭電梯都打拳 即是人見到會笑 即是覺得很有趣 那我這種 是一種很將神 很個人化 所以大家發現 我領敬拜 我都是很個人化 耶穌就在那裡 謝謝耶穌 祝福我們 耶穌我很喜歡你 你發現我用很多話 因為我真的覺得 耶穌就在那裡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覺得神很真 不要只是覺得 耶穌在天堂很真 耶穌在你旁邊很真 耶穌現在陪著你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覺得 耶穌就在我們旁邊 耶穌就是真的 在我生命中做工 在我生命中 有很多東西都是神做工 我看到神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神真的在我生命中 有奇妙計劃 神有奇妙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如何 我今天講到主題就是 既然神掌管一切 我們就將我們生命的主權 我們的方向交給神 不是走自己路 馬太26章39節 耶穌被釘之前 我們只是讀黃色的部分 不如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他的意思 這句話 就可以是我們一生的方向 有些人說 沒有搞錯 跟耶穌 跟神 跟自己更好 但人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失敗 這個有沒有人未失敗過 我們定了計劃 會失敗 我們有沒有做錯事 一定有做錯 我們計劃了沒有用的 不是沒有用 應該說 計劃了未必實現 我們都應該計劃 但是我們人的計劃 應該是跟神的計劃 最好 因為耶穌都是跟神的心意 我們都是跟神的心意 因為神的心意是最美事 是最可喜悅的 是神和人都喜歡的 你走在神的路 神和人都喜歡的 還有耶穌有一切的政權 所有的權力在他身上 以賽書九章六節一起讀 因有應應閒為我而生 有一子子及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賊士 存在之神 永在的富和平的君 他的政權要平安 必加憎無窮 他必在大為的工作上 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 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 萬君之夜 或者以心必成就此事 但是 有一個英孩為我而生 這個很明顯講到蘇人 政權在他的肩頭上 他的名稱為奇妙賊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富和平的君 所以另一個講到 耶穌的神聖 這個經文 以賽書九章六節 他是英孩出生的 但是他是全能的神 他也是奇妙的測試 他能夠為我們計劃 你的生命最好的 而他有政權和平安 他的政權和平安 家憎無窮 他在大衛的寶座上 大衛的寶座上 管理以色列 是管理全世界的 治理他的國 治理他的天國 天國 天國掌管全世界的 以公平公義使國穩定 從今直到永遠 所以神掌管一切 沒有人能夠真是 沒有人能夠真是害我們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還有神呢 我們就是讀和式的部分 耶穌書四十章二八節 他的智慧沒有反差落 疲憊的他自難明 免有的他加力 神的智慧是無限量的 他有無限的力量 竟然有個這麼好的神 是這麼真 我會不會跟上他 我鼓勵大家走上神的路 全身跟蹤神是最有把握的 生命記二八章十三節 你又聽從而言 你神教人意的話 必就必使你作首不作美 等居上不居下 神會令你作首不作美 居上不居下 成為領袖 成為祝福人的人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成為祝福人的人 希望我們知道 我們跟從神 整個生命就有把握 不過很多貼圖 很多都會在錯誤的方向裡面 這裡有幾幅圖 大家可能都會見過 聽到黑眼睡 都沒有心機聽到的 方向就覺得 聽到也不太緊張 譬如假設你給很多次 都會聽一篇演講 聽完演講 你可以賺一百萬 賺一千萬 我想你去到不會黑眼睡 去到聽你會很熱心 但很多人聽神的話 他是黑眼睡 還有很多人 就算是師父 都會想到為了錢 還有這個就是 狼披著羊毛 有些人在教會裡面都可以傷害人 或者是貪害世界 其實基督徒真的中間都有很多這樣的人 而很多人以為可以走得掉 神的手 神是沒有人能夠走得掉的 沒有人能夠走得掉的 好像李小龍 他覺得很厲害 他做了一套戲 叫死亡遊戲 但這套戲他都做不完 他就已經死了 他以為死亡可以是一種遊戲 但他就已經死了 走不了 但很多人相信耶穌 但你說他信不信 神是全能夠相信 那你是不是聽完神話 不是 為甚麼 等到我老的時候 我聽了 老時又不聽了 哎呀 年輕人 人有很多方法 嘗試逃避神的眼目 逃避神的計劃 其實是很蠢的 其實真的 是最蠢的 而且有些人以為自己比神更加聰明 這個圖 打個交叉是不對的 我多厲害 耶穌小時候在我生命中 他排第五十 其實他以為厲害 其實他是最蠢的 因為人真的甚麼都沒有把握 而人生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有定了方向 你的方向定對 你以後走得對 然後以後怎樣處理生命和朝廟方向去做法 即是我們記實 第一就是方向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和朝廟方向去 那我們就走到這條路 這個經文 我們就讀黃色的部分 將身體現象當作活際 有下面 不要效法整個世界 心意更生變化 神的善良存存可見的旨意 就是講到怎樣走在神這個完美計劃 就是將身體現象當作活際 整個生命給神 然後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改變 就是處理生命了 以及給神更生了 然後開始找到神的計劃 就向前去 我們需要保守我們的心 即是我們有方向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方向 以及內心的動機 一起讀一下 你要保守你的心聲 你要保守一切 因為一切你過客時的心聲 如果有人給你一杯牛奶喝 然後有隻烏蠅 我搞錯了 他說大半都是牛奶 少少烏蠅而已 不要緊 不要緊要 喝完它 或者你將它吞出來 那你說我一杯都不想要 的那些罪都可以有很大的破壞 一個人的生命 如果你認識一個基督徒 或者一個傳道人 你知道他偷錢 你會對他很多事情都會質疑 你會偷錢 到底你有多少真呢 或者的那些罪都會破壞 所以幾項要我們一起讀 分辨人生目的 分辨動機 醒察外心 分辨以外生命 希望大家記得 分辨你到底有沒有定義的人生目標 有些人 譬如說我想做一個會計 我想做一個醫生 我想做什麼 這個不是目的 這個是你的職業 我希望大家不要搞錯 職業就是你的目的 有些人真的 我的目的就是我的職業 我希望大家有個目的 我真的在神裡面 我真的走神的路 未必我都是傳道人 但是我走神的路 我無論我做什麼工作 我都榮神的 還有分辨我們每一件事的動機 你想做醫生 是不是因為賺多些錢呢 你想做什麼工 是不是因為想賺多些錢呢 你都隨時醒察我的內心 和分辨以往生命 我做得為了什麼 我為了什麼而生活的呢 我做什麼是為了什麼呢 我們分辨的時候 會發覺自己裡面有很多雜質 但是你知道呢 會悔改就有改變了 而人呢 是很容易充滿敗壞和自私的 耶利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美白亦都軌詐 歪到處而遂 之後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可以有什麼人 隱藏的罪 負面思想程序 靠自主 靠此 真是得意 不願信復神 自私 救人不關我事 這些都是很多人的 有些隱藏的罪 負面思想 經常都會習慣 唉 沒有用的 唉呀 不是這樣的 人都是不好的 負面思想 負面的情緒 你吞走奴槽激氣 靠自己 我有能力 我有財幹 我靠錢 我有銀行 有錢 或者真是得意 不肯悔改 不肯聽神的話 或者自私 救人的事 救人的事 不關我事 有牧師做 不用我做 其實任何罪 都一定有破壞性 任何責責 都有破壞性 現在人很容易 用自己的方法 取代神的方法 這個是 聖經有講 舊約的仇意識 但是今天一樣 用自己的方法取代 一起讀阿耶利美書 二章十三節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事 就是利益我井活水的傳遣 為自己作出辭子 是破裂不能傳遣的辭子 一臣是有活水的傳遣 但是人就作出來 那你說沒有理由 我沒有理由起個井這樣 但是我們的生命 不是很像我們起個井 我們的生命的確有情緒 有負面 有家庭的問題 夫妻的問題 各樣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的生命 一定有破口 如果我們靠自己 我們的生命 建造在我們自己裏面 那時候 一定有很多個破口 其實我們反省一定有很多個破口 好了 有些什麼破口一起讀 人以為了不起 不願順遇神的大力 人總有破口 以有失敗難免才失敗 就是說人以為自己了不起 就已經是問題了 覺得自己很聰明 不肯聽神的大力 因為神是最好的位 其實我們的生命是否神是最好的呢 當你真心相信 這是最重要的決定 神是最好的 還有人總是有破口的 以往有失敗 難免再有失敗 一定會再有失敗 其中這些 一些說到我們人的生命裏面 其中有很多影響的人 就是討人歡喜 就算是侍奉 人可以為了討人歡喜 所以說到不要討人歡喜 而是走神的路 我們一起讀下面 又說想得人的關心 想得人的稱讚 但不只想在人面前示範 就是示範 有些人都是想做給人看 或者有人稱讚 或者在人面前擅長 這個已經是不良的妒忌了 所以我們審查我們 到底有多單純去為處呢 以及大小的事 是否讓神作處呢 一起讀 是否整天愛慕和思想神 怎樣用時間 代大小人物的心態 事業方向和工作的地點 選擇朋友戀愛對象 是否因此我生活的關心 這些都是說到我們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給神的獎會 可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 你是不是經常去愛慕神 和思想神 這是第一最重要的 為什麽呢 有儀華的律法 就儀思想者人別為有福 一世的話 要經常思想 因為是時時親人神 不住的土布 時時感恩 這就是和神相連 給神改變 因為不只是我們投入信耶穌 是我們整個生命 去跟從耶穌 所以第一就是和神關係 我們怎樣用時間呢 我們有多少時間 看電視啊 浪費了氣 看上網 可以用得時間 所以我鼓勵大家 在我們的群組 起碼在我們的群組 我們只是發出一些重要的報告 那你就 甚至騎到手都不在群組發出了 就只是發出 如果你想發出 你全美國人 為什麽呢 因為你發出一個 就有幾十個人 一起收到的了 燈一聲 他就看一看了 每一次有收信息 就會影響你 所以我的WhatsApp 一定會關掉聲音 那就是我們怎樣用時間 有很多人的時間 就是每日 叮一叮一叮 又看一看 叮又看一看 那你就叮了好多次了 還有呢 我們代大小人 有時候呢 我老闆當然對他好 但你對那些你看小的人 那些人你怎樣對他 其實第一我們不應該看小的人 就是一個微小的人物 這個人呢 是最重要的 那曾經有人說的說話 如果你怨愛的時候 你看這個對象 最重要是看他怎樣對一些 他周圍的人 他跟他父母說話 是不是很大聲的 他對一些很平凡的人 那些老人家 他會不會幫他 如果他不會幫他 他都不會幫你 就是你看一個人 是看他怎樣對待一個平凡的人 不只是看他對那些偉大的人 只是看他怎樣對你 他對你可能很大 但他對普其他人是怎樣的 還有我們 其實方向很重要 我們事業的方向 有些人選擇的事業 因為他賺錢 其實你什麼事業 你問神 神去帶來你 還有工作地點 在哪個地方工作呢 選擇朋友也很重要 有些人說 那些外面的朋友 自由一點 玩得開心一點 如果我跟基督徒在一起 哎呀 說一句俗語都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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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個普通朋友 外面的朋友 喜歡怎樣玩 喝酒 怎樣夜睡 都不緊要 和基督徒他會提我 這就是因為他裏面 有很多事情不想人提到 其實我們選朋友很重要 如果我們最好的朋友 是一個不信的 他自然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還有戀愛對象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將來 是成為我們的夫妻 這個人一定是神選擇 不是我們選擇 其實不是我們自己選擇 是神去選擇 神會感動你 神會帶領你 你聽神的話 神會為你願意 很多人在這件事上 凡錯 結果他一心都受苦 還有我們有沒有侍奉呢 因為每個人都要交贈 有沒有做到小的弟兄身上 你的恩賜是埋藏在地上 或是用出來的 我們的侍奉恩賜和生命的運用 這些都是我們的方向 有些人說 我想侍奉神 我愛神的 不過行動走不出來 口就說是 不過這些行動全部都沒有 那即是說他不是走出來 我希望大家 如果我們有這個方向 大家今天會說 神啊 你是我的方向 你的方向最好 最穩陣的 世人的方向是不穩陣 並且一定是有問題 我走你的方向 我如何清理我的生命 處理生命 跟著我跟你的路 我的心態就是 希望興起更多人 我很感謝神 我們今天回來 服侍弟兄姊妹 千萬有七個 其實我們不止的 七個很感謝神 即有七個弟兄姊妹 可以為人服侍 我希望將來更多 更多人服侍 去服侍的人 有些人說得很好 在教會好 主耶穌你是我的主 我的神 我跟著你了 我服侍你了 一見到合心的異性 什麼方向都忘記了 耶穌說過什麼 一見到 你看到 這個女性的笑容 哇 立刻 什麼都忘記了 我希望這件事 不會在你身上發生 有些人說 我已經結婚了 都不會輪到我想這些 可能是另一件事 一見到 一份工有錢 一見到什麼 什麼 一見到什麼朋友 立刻說 什麼都忘記了 那每一件事 做之前 我們都問問一下自己 我是為自己 為人 為明理 為神 我想說 為自己 不是一定是錯的 我們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為自己 不過 最重要是為神 有些事情 是為自己益處 你運動也有為自己的 但我們都為神 叫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為自己沒錯 不過不只是為自己 為神才是為自己 為人沒錯的 祝福人沒錯 不過不只是為人去侍復 是為了神去侍復 為名利 這就不是好 但是為錢是否一定錯 不一定的 你做工都會有人工 那你有人工都供應你的需要 不過我們的人生目的 因為耶穌說了 沒有人能夠愛神 愛馬龍 不能夠兩人一起 但不是每個人都做傳道 不過每個人都應該為主義 而為主義為最開心 最滿足和有供應 所有人生所行的路 其實沒有把握 就算你有很好的工 可以忽然間健康有問題 那些公司可能不踩入雨 可能那些公司臨 或者我們人的問題 其實有什麼有的 我們銀行有的 可以有日無曬 社會可以動蕩 但唯有神是永遠被我們亂躲 在這時候 我想大家一齊安靜默討 你自己跟神去聊天 為甚麼呢 最重要是你反思 我們講幾多 當你沒有反思的時候 在這話要明白 沒有反思的時候 我們依然我們所做的 即是沒有反省的神 我們依然顧我 跟回我以往的我 在這時候 要問一下自己 神 神啊我到底一向我的路 是怎樣的呢 我想不想把神放在神位 既然神是掌握世界上一切的歷史 歷程 神都可以掌握我的心 正如神如何在我每一件事上祝福我 神都可以祝福你 我希望你是跟神講神啊 我的方向在你那裡 我希望你真是留這個心 到底我們有甚麼方向去錯誤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去醒察 醒察問你的內心 我們有甚麼錯誤的方向 求主耶穌延患 求主耶穌祝福 求主耶穌提醒 求主耶穌大力 今生改變你 因為唯有神最穩妥 神是充滿證據 去證明祂是真實 祂的行動也是可以經歷的 主耶穌要走你的路 用你的方法 我們要處理生命 我們要放下自我 我們要走在你圓圓祭物 多謝耶穌 感謝祝耶穌 感謝祝耶穌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以往有些地方 你是跟隨的 神啊 我決意 不再被這些人影響了 我不再整天只顧錢了 我不再只顧人要看我 我不再只顧人要看我 我不再只顧這些東西 我願意我的時間 我的恩賜怎麼使用 你有改變的 我想你 舉起你的手 你向神 你趕神 我願意改變 我願意走一會 神的路上 我也想請大家 首先是願意改變 因為有些人已經一向跟 完全說我跟神的 但如果你願意有些地方改變 請你站起來 你有些地方 你以往不是這樣走 我現在願意去改變 將我以往走的方式 我現在改變 靠耶穌幫助我的 請你站起來 向神都說 我願意 主耶穌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怎麼管理我的生命 我願意怎麼將我的生命給你 主耶穌多謝你 靠祢祝福 站在這兒的靈寺 靠你感動我的心 靠聖靈在這一陣 大大的激勵他們 讓他們的心裡火熱 心裡激勵起來 心裡說 神啊我願意 我願意走你的路 我願意跟你的路 我不願意用人的方向 因為人實在太多破口 人實在太沒有把握 人實在掌握不到 是神你能夠掌握 我願意走在你的計劃 好了 跟著那些已經是 立心跟從神的那些 又請你站起來 你的人生方向已經定了方向 一早已經定了方向 我是走你的路的 我意思是指 不只是信主 我是真的 我的生命的路向 是跟你的 就算沒做到 不要緊 因為我生命的路向 是跟你的 神啊 我願意走在你的路上 你一齊開聲跟神講 我願意走在你的原來的計劃 你的計劃最完美的 你的計劃不是最完美的 你的計劃不是最完美的 最有供應 最有力量 最有喜樂 最有幫助的 我走在這個路上一定不會後悔 我走在這個路上一定是無福 無恩 得利 作隨時的幫助 並且是 我生命是不會浪費的 我生命是不會浪費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感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天父 多謝聖人的感動 在我們心中祝福 在這時候我問一下 有無人願意講出來的改變 有些改變 大聲講出來 一個一個講 有誰願意講的 大聲講出來 在這個座位大聲講 可以了 大聲講出來 表達溫柔一點 好 感謝主這個改變 願意表達溫柔 好 還有人想表達 好 以前我是自己 大聲一點 以前是我自己 公圖自己和自己的心 現在就沒有理會 好 正主 交給神 不再遲避失於 還有誰想講出來的 大聲講出來 只要祝福 不要躊躁 是 祝福 祝福人 不是要躊躁 閉嘴 不開心 失大了 都不灰心再來過 要走在整天的愛裏面 是 在愛裏面 不要讓灰心 失望的教我們 還有誰放膽 他講出來 你的行動 就是第一件事要講出來 這個就是 你自己激勵自己 其實今天就是我 告訴神之下 我願意走在路上 你就開聲說出來 還有誰願意開聲說出來 好 願意再合神心 好 感謝主 大聲 好 用誠實 真理 你敬拜他 好 請問心 好 請問心 感謝天福 好 在這時候我都問一問 有誰願意接受訓練 和處理生命 成為服侍者 因為我們想興起更多服侍者 已經在服侍中的 不用拒手 你想成為服侍者 請你拒手 有幾個想成為服侍者 好 好 感謝主 我都請你 首先做一件事 你將你的 一些改變生命的辯證 處理生命 我想你越實際越好 寫出來 為什麼呢 這個就幫你去想 例如我怎麼處理情緒 我怎麼處理我服侍的東西 我怎麼處理我的 那些不好的想法 那些煩惱 那些東西處理 我們很想每一個服侍的人 都是真的有處理生命 你就寫出來怎麼處理 然後呢 我們就會根據那天的事 那裡開始 請你大家記得交通訪 用WhatsApp訊號 好 我們一起祷告一下 多謝天父 神啊你是很真 有真有活 多謝你在我們心中做工 讓我們今天看到 神你的語言的準確程度 神的計劃的完美程度 是超乎人所想像的 神你會使用希律王 去做這麼偉大的事 而他是一個這麼大的罪人 我們沒有什麼想像 但是神你是全能的 你能夠掌管這個世界上 一切的歷程 所以我們全身跟從你 我們走你的路 必定是居上不居行的 必定成為偉大的人 主耶穌求你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讚美你 你幫我們立心所行的 真是走出來 真是每一天去親近神 每一天去親近神 你去親近神 你去處理生命 你去活出神 你在我們的生命出去計劃 好 檢定府 檢定府 我們檢定府 我們檢定府 無人 為甚麼